大家好 今天呢要來幫女友的這一台Focus Mark II 執行他的14萬公里保養 那麼時間過得很快 從今年初接手這一台車之後呢 女友把這台車當成他的一個通勤代步車 每天都很勤奮的開著他上下班 所以說里程累積的相當快 一轉眼呢 現在就已經累積到14萬公里了 那麼這一次啊 我們一樣是預約回國風廠去做基礎的保養 然後呢我們有自己帶機油 我們所挑選機油呢 是Costco的5W30的這個號數 等一下呢我們就是直接進場來做一個基本保養 那也順便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這一種已經有點年份的老車啊 他回去原廠保養 他的收費價格還有他整個維修的過程啊 會是怎麼樣 那現在呢我們就準備前往桃園的國風廠吧 我們就去做一個我 今天就來十分快 記得點了嗎 我去看了嗎 我們今天就開始滿照片 記得點了嗎 也不會吧 我們就去看見 看看一點點 都在中間 一個人的於 애 距離 還有點 好了,現在時間已經是下午四點半了 那麼女友的這台Focus Mk II 這一次的14萬公里保養已經執行完畢 這一次花了許多的錢 噴大錢把我女友嚇得不要不要的 那麼這一次呢,其實除了我們自帶機油之外啊 福特他們的工資有漲價,所以現在工資是1200 代換機油還有含檢查的部分 油線的部分呢,則是263元 然後呢,底下有開一個剎車清潔機 因為這次有換來令片,他有做一些油底殼清潔 再來一個是我沒有刪到,忘記刪到的這個汽油添加機 這個應該要刪掉了,不小心沒有刪到 還有呢,就是冷排的清洗劑跟蒸發劑的清洗劑 再來就是剎車油跟動力方向機油 也有做一個更換 那價格呢,我都打在螢幕上面給大家看了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 PM2.5的這個冷氣濾網 也有做更換 再來就是水箱水也換了,來令片也換了 還有一個就是意外更換,就是冷氣內外閥門 然後這個就是內外循環的這個主風門 他在測試的時候就發出異音,然後斷裂掉了 那就只好換掉 這個東西啊,非常的貴 因為呢,這邊公單上面是寫說 定價2823,然後呢 特價之後是2682 那我自己去詢問坊間的這個材料店啊 台北的材料店拿的可以比較便宜一點 台北材料店可以拿到2300 然後呢,桃園這邊材料店也可以拿到2500元 但是都是不含工資,你可能要自己去找店家做更換 這一次因為做了很多項目 第二張的部分呢,就是 這個冷氣濾網的更換啊 他有收200塊的工資 因為這個冷氣濾網他要鑽下去,駕駛座底下 而我女友的車又是手排版本了 所以說他要閃過那個離合器那邊就比較不好換 他有收200塊的工資 再來就是 訂保檢測的電瓶項目 還有就是輪胎對調 還有就是來令片的更換有收工資500塊 再來呢就是換那個 剛剛我說的這個室內外循環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閥門嗎 這個東西工資要1500元 所以光是這個室內外循環的閥門啊 就花了大概4100還4200左右 非常的貴 光是料錢也貴,然後工資也蠻貴 要是在富甲座那邊就是工資收蠻高的 因為不好拆 那以上呢,這些零零總統花費是 13,193元 這一次的14萬公里啊 其實我們有把一些應該是 每6萬才做的項目也拉進來 像是水箱水的部分 還有動力放上機油的部分 因為呢 我們在接手這台車之後啊 我們不知道前車主對這台 Focus Mark II做了哪些保養 因為我們手邊最後有的工單 它是停留在大概10萬公里左右 因此啊,我不知道這個前車主在做哪些項目的情形之下呢 這一次專員就是建議我們把這個大保養先做一做 那麼下一次呢 就是4萬公里或是6萬公里之後 等於說這一次我們就先把大保養先做個預防性的處理了 那麼以上這一次的這個14萬公里保養 我們自帶機油的情況之下 還是花了一萬三千塊 如果說你用原廠油的話呢 價格可能要來到一萬五千塊左右了 這個價格啊 就是讓我們有嚇得吃手手 他就是問我說 該不會每次都要這麼貴吧 我跟他講說沒這麼誇張啊 就是之後都是小保養啦 有什麼問題再額外處理就好了 不過我覺得 以現在福特他們原廠的工資上漲的這個情形來看啊 如果你是過保固的老車 然後自帶機油的話 可能民間的這個店家 他的工資收的會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相對來講 他所做的一些檢查 就不會像這個表格這麼詳細 他做一些檢測的項目就不會這麼的多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去斟酌 看你是要這些原廠的檢查跟服務呢 還是你覺得便宜就好 這個就是大家去選擇沒有誰對誰錯 那以我們自己而言呢 有些項目我覺得其實 原廠他的收費不算貴 像是前面這個 就是水箱金啊 煞車油啊 這些我覺得收費都還算可以接手 於是這個煞車油的部分 我覺得不算貴 還有方向機油的部分 我也覺得不算貴 這個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女友的這台Focus Mark II 接手之後的第一次保養 就花了一萬三千塊 直接做一個14萬公里的大保養 在這邊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